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汇聚于此一展身手 那么在日照市的近海 为何就能享受到海钓的乐趣呢 原来这里近些年推行了海洋牧场项目 使当地的渔业资源发生了极大变化 众所周知 世界各地近海渔业资源荒漠化日趋严重 而日照市的变化令我们诧异 孙玉中日照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所长 专项研究渔苗的培育养殖 这位日夜和大海相伴的人 最清楚这几年中国渔业的困境 他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 用科学手段去修复海洋资源 实现渔量增长 这是一个展览馆是吗 是的 这是一个海洋生物的一个表本馆 其实近几年 有很多的海洋生物资源 已经并临苦极 在日照都很难找得到 你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本 这是一个泥头药 是一个软骨鱼类 在60年代的时候 是在沿海并不是很罕见的 可到现在 像见到这样的鱼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包括我到了日照这个30年以后 像中国对象 已经形不成鱼形了 那针对现在咱们这个 见海渔业荒漠化 还有这个环境非常严峻这个问题 您还有您的团队 有没有过进行过一些研究 实际上这个 在海洋当中 让海洋资源大型的藻类 反制起来 这样就像我们陆地上的省林一样 让很多的海洋生物 在他们所适应的一个 海洋环境当中 去繁殖 去省存 去繁殖 形成一个人工的 渔场式的 这样的保护一个资源 我们会讲 整个的就是叫 海洋牧场的一个建设 海洋牧场 对 通俗来说 海洋牧场项目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 在特定的海域 通过生物栖息地的养护与优化 人工投放相应物种资源 使海洋成为养殖藻 贝类的农场 放养鱼下的牧场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培育管理 最终形成人工鱼场 海洋牧场目前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在海底实施底波增殖 比如养殖海参 贝类 一种是投放人工鱼胶 目前在日照来说的话 仍然以头胶型的人 海洋牧场为主 头胶型为主 对 是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 投放一旦我们把人工制作的脚蹄 投放到指定的区域以后 除了这个自然的海洋自我的 宝质的附作和它的生长以外 我们还有人为干预的手段 包括这个打形枣类的移植 链角性鱼类秒种的投入 都是加速整个生态系统 平衡和建设的有效的措施 草类 鱼类 依附人工鱼胶区生长 形成良性的生态系统后 再经过长期繁衍 最终实现鱼量增长 在中国 海洋牧场的理念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1965年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曾成奎 就提出过耕海沐鱼的想法 老一辈科学家对海洋问题的预见性 在上个世纪末被广泛地证明 这里是日照式的蓝山区 曾是渔业两岗和历史文化重镇 这个地方从唐朝的时候 就真的这个地方唐朝的时候 就由渔民渔船在这里聚居 因为这是一个湾 海州湾 是一个国内四大渔场之一 现在蓝山的渔民 大约有一万多 渔船是2231艘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渔港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最早的蓝山的渔业 是最早的发展起来的 那时候我们创造了山东省 民营经济第一区 就是靠着这个海的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蓝山区渔业的发展 曾经历过辉煌时期 这里有山东省最大的水产品冷藏 加工群落和长江以北 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 靠海吃海的渔民们 长期以来还保留着 唱耗子的习俗 然而这个自古以来的大渔村 单纯靠海吃海的富足日子 面临着种种困境 捕捞这块应该是下滑的 效益非常下滑 因为捕捞的效益下滑 因为海洋的资源在恶化 不仅仅是我们日照蓝山 就是我们山东 我们中国包括全世界 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捕捞强度太大 现代化的捕捞模式 捕捞方式 捕捞手段 让海洋的鱼下无处可逃 一网打尽的过度捕捞方式 带来了近海渔荒的问题 传统经济鱼类已日渐稀少 日照式近海渔业面临的问题 也是中国传统渔业发展的瓶颈 过度捕捞 产业结构单一 生态破坏 渔民抗风险能力薄弱 等等问题 日益严重 为此 日照式决定 推行海洋牧场项目 这个方案 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2000年初的一次 渔业项目推进会上 与会企业十多个 有不少人积极响应 这一项目 张传心是出生于山区的年轻人 1990年还在读高中时 他第一次来到海边 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沙滩上随手捡到了好几种贝类 这让他对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5年毕业后 他来到一家水产集团工作 立志投身海洋渔业 然而那片曾经让他兴奋不已的海滩上 已经挖不到那么多贝类了 海洋资源的匮乏 让满腔热情的张传心一度迷茫 海洋牧场项目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吗 2002年张传心带领团队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咱们当时万宝第一次投鱼胶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第一次投鱼胶是2002年12月30日 在前我想得非常清楚 因为当时呢 我们山东省是第一次投鱼胶 这个试验项目 当时我们选择的是船型胶 选择这个胶器 当时主要是渔民的报废渔船 就船填上石头 造为胶器投在海下面 因为原先都没有经验 我们只是说 听他们说 投的时候呢 当时投了十八条船 这十八条船呢 当时投得特别翻散 我们把每条船就放在一个地方 那个船因为不是太大 有点小 最后呢 都找不到了 因为它都 通过水的淤积 还是什么东西 可能都动了 都找不到了 意思是说这个失败了 失败了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 张传心就把床搬进了办公室 他意识到 这是门严谨的科学 需要找专家 对万宝海域的地质 洋流状况 做科学论证 在胶体的选择上 也要因地质疑 2008年 他所在的水产集团 终于成功地 在多处海域 投放了人工鱼胶 目前仍在持续投放 今天就是投放鱼胶的日子 一大早 张传心就和伙伴们 在岸边忙碌了起来 咱们现在这个船上 都是鱼胶是吗 对 这是我们现在开始装 这边装满了 为什么有这种 就是这种特大这种方块 还有这种小的圆柱 这种是一种组合搭配 这小的是一种增值性的胶 就是往里面投海山 这种大的呢 是一种巨鱼性的胶 鱼 它们可以提供一个 发现生性的地方 它空间比较大 到海里面组合在一起 就是各个都要有一点 对对对 一般是大的在四周 小的在中间 那咱们现在是准备 去投胶了吗 对 刚刚装满了一会儿 我们到那边 东北发向 大约沙海里 记者打算亲眼看看 投放鱼胶的过程 同时了解一下 这么多年沉入海底 的人工鱼胶群 到底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伴随着早晨温暖的阳光 投胶船实力安眠 向着海洋的深处进发 咱们这个投胶点 具体在哪儿呢 就在前面 有个黑色的票子 我们来之前 已经把它进好位了 那怎么是确定 就是定位在这儿呢 用卫星导航 卫星导航 进好点 然后放上一个标志物 来了以后 直接投就可以了 直接投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 是先投 这个小的还是大的呀 对 在中心点先投小的 然后呢 在四周投大的 为什么要先投小的呢 小的以后 它在下面以后 容易有水流 它容易动 现在把这小的 放在中间 大的放在外面 它大的可以挡一下 在外围固定一下 对对对 投放鱼胶开始了 围绕着事先测量好的 中心点 船员们左右开工 船虽然已经停了下来 但还会随着波浪飘移 所以船员们要抓紧时间 把人工鱼胶投下海 随着一块块鱼胶 落入海中 海面上溅起的水化 此起彼伏 在深深的海底 已投放的人工鱼胶 经历了多年的沉寂 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张传心给我们展示了一段 观测人工鱼胶的海底摄影画面 投入深海的人工鱼胶 像是给海洋生物们建的房子 枣类 贝类 依附生长 有些鱼儿也选择这里安家 一定时间后 工作人员会在鱼胶群上方 投放炼胶鱼苗 让鱼群入住 以形成良性生态链 海参 螃蟹也能够随时加入 海洋生物围绕着鱼胶群 繁衍生息 张传心还告诉我们 投胶后比投胶前 鱼货量平均提高二至三倍 在当地鱼业局的帮助下 很多企业投入到鱼胶型海洋牧场的建设中来 目前日照市建设人工鱼胶群十一处 面积近九十平方公里 就在张传心寻找到突破点的时候 同样参加过那次渔业局推进会的苏兆元 也寻找到了新机会 凭借这份感情 和执着苏兆元回到海岗 搞起了水产养殖 从三百平方米的育苗大棚开始 几年时间 他就建立了水面面积 近两万平方米的水产养殖企业 每年收益几百万元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2012年 一场大卫台风 大卫台风 这个台风当时登陆的是在南方 当时我们也全手里已经放翻 在我那头下转上 把这个台风就到了我这个地方来了 一眼之间 整个我这个渔业上一位平地 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没有了 你知道吧 所有的车站都倒塌了 所有羊的雨 全部都分掉了 这一次打击后 苏兆元常去渔港散步 和渔民聊天 他发现渔民这几年的产量也不高 他觉得要换换脑筋了 决定转换思路的苏兆元 十分关注渔业部门的政策信息 在一次招标会上 专家提出了休闲雨夜这个概念 那咱们当时为了这个休闲雨夜 也是进行了一些调研是吗 对 这个我们就先后到了以后的西班牙 西班牙这块呢 一个说他们的这个休闲雨夜 都得非常不错的 再一个呢我们就叫台湾 台湾是在全世界来讲 休闲雨夜都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申请啊 申旅渔局 好申旅渔情呢 我们多久了 前后多久了多批的那个班 到真正当一的地方去设定 那就是一般 他的警戒全部都是休闲海调 再一个呢就是汉国 我们所得了很多的坚定的理念 就是雨夜跟旅游都不结合的 都不发展我们的休闲海调 休闲海调在欧美国家 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史 它不仅是一项休闲旅游活动 在开展比较早的国家 海调也是一项与渔业结合 富有巨大商机和潜力的产业 苏兆元认准了休闲海调的路子 建立了日照市第一家海调协会 热热闹闹的搞起了海调赛事和休闲渔业 随着赛事越做越大 深知海调产业对渔业资源极为依赖的塑造员 也有担忧 如果渔量不能增加 海调产业的发展也不会乐观 这时它回想起了海洋牧场推进会 这方案如果和自己的海调 结合起来不就解决了它对海调源头余量的担忧了吗 海调加牧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在顺丰阳光海洋牧场 记者决定出海到人工投胶点了解一下海调的情况 我们这个海域这么大 怎么来确定咱们这个投胶点 钓鱼的位置到底选在哪呢 在我们那个通过我们这个GPRS 到达我们那个直径位置 来通过我们这个探浴器 跟着它那个机型来确定我们 转确的那个投放人工具交的地点 我们只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 上面是这是海水 这是那个海底部分 海底部分底下那个凹凸不平的 那就是海底的那个地形的情况 那我们看到一个差不多什么样图形 就能确定这儿就是投胶点 它那个是我们这个图形显示的 一个地形的红天面 就看到跟我们地形跟山一样的那种东西 就是我们那个图放 就是有凸起的地方 对 根据彩探器的显示 我们已经到了人工鱼胶的正上方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挂上鱼儿 期待着跟鱼儿的第一次碰面 哎呀 什么都没有 没事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虽然说下面有练胶鱼群 上钩的机会大 但是海钓也是个需要耐心的技术活 下面鱼是非常多 很容易上钩的 我觉得是 再震 那就拉上来看一下呗 使劲往上去抬 去抬的时候 然后快速地咬几个 哦 对 这样抬的时候 要省力一点 上钩了 上钩了吗 对对对 我们平常来切上钩了 哦 哎呦 哎呦 这是什么品种啊 这是 哎 哎 我都拽不动 这是这种叫做红头 对对对 它这就是咬上这个耳了是吧 这个特别漂亮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啊 哎对 这个很像那种观赏鱼 那这就是我这个第一次垂钓的作品了 成绩还是有待提高的 收获到这么美丽的鱼儿 让记者体会了一次海钓的乐趣 这处海洋牧场围绕海钓项目 在岸上还延展了很多吃住玩一条龙的旅游活动 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乐趣 在日照 像苏兆园这样的游钓型海洋牧场 也在广泛探索中 其中有两处海钓基地 入选山东省省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 每年创造收入千万元以上 除了日照 山东省为全力打造海洋牧场计划 还在青岛 烟台和危海三地 设立了13处省级休闲海钓基地 很多和苏兆园一样的 传统游业从业者在探索海洋牧场的同时 也进行着创新实践 张传心除了建立海钓基地 也把眼光放在了两万亩摊图上 您当时怎么想把万宝这片摊图 来做成这种旅游的赶海源呢 就是我们在万宝这个区域 海产品种类比较多 原先就是一个各种贝类 发现生息的一个技法 就是一部分游客到我们海边来玩的时候 他们对赶海的一些东西都特别感兴趣 我们当时就想到能不能把这块摊图 丢到旅游赶海用 正好呢我们这间发展休闲鱼业 我们呢就把赶海 作为休闲鱼业的一个部分 赶海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不是不同原先的纯粹养殖 它的效益呢 肯定比你单纯养殖效益要高 游客可能你拖三万斤 旅游客的这次赶是三千斤 但是效益是一样的效益 那一部分没赶出来的产品呢 就都一种带生资源就留下来了 这样呢对这个摊图 还在其中保护作用 这片摊图里能找到多少宝贝呢 这些贝类看起来有点太普通了 张传心带着记者认识了几种 这个摊图上的特有品种 这种用铁鲜从泥沙中翻出来的品种 叫扇子面 学名紫彩血格 张传心告诉记者 在日照赶海 还有一道踩着高敲网虾皮的风景 不过最厉害的工具在这里 这个特殊的工具 在摊图上拖行时会引起地面震动 藏在地下的生物受到惊吓 会纷纷躲避 这就会在摊图上留下气泡类痕迹 有经验的赶海人 能根据细微线索发现宝物 这是什么呀 这是海枝鲁 海枝鲁 海枝鲁 这也是咱们这儿的一个特有的是吗 对对对 这个物种现在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多呀 也很少了现在 也属于咱们这儿保护的一个物种 海枝鲁 学名 解放煤族蟹 随着资源的匮乏 这个物种现在已经很难发现 张传心想到了海洋渔业研究所所长孙玉忠 为了更好的恢复生态资源 两人一拍即合 孙玉忠带领科技人员通过人工繁殖的技术 繁育解放煤族蟹幼苗 再根据贪图环境开辟保护区 按照科学方法定点投放苗种 并实时跟踪投放的效果 为保护投放苗种的生长 研究所定期检查摊涂的水质等指标 以监测环境的变化 同时也会定期通过 一平方米生物资源量调查等手段 监测摊涂资源恢复的情况 两个解放煤族 对 这还看到两个解放 就这么大小的解放煤族 在海区里的 两年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解放煤族蟹在这里得到了持续生长 贪图的资源量也在有效回升 而在蓝山港海洋牧场项目 能带领这个历史悠久的大鱼港 走出新的发展之路吗 蓝山渔业局的朱新涛告诉记者 蓝山区正在探索一种 立体式的海洋牧场 因为海洋牧场 我们的概念是分为上中下 上面呢 我们看到这条符球啊 就是水面上层 也叫法式养殖 它的重量 主要是一倍 以一倍为主 还有牧蛎 哦 其实我们中间还有银公鱼雕 银公鱼雕的作用啊 主要是投放海参 还有缩子蟹 另外它也是休闲渔业 休闲垂钓的一个焦点 基层呢 是几波 基层呢 主要是壁垒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海面上的情况 我们驶入浮球深处 看看浮球下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什么呀 一倍 一倍 哦 这么大一串 对 哦 咱们这一串大概能有多少斤啊 这个 这就得一百斤左右 一百斤左右 对 每个浮球下边都是这么一大串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大小大概是养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头房 从头苗到现在也就在两个月上吧 收花期间就得有 得有二十千左右就可以收花了 咱们现在这个市场价高吗 市场价在两块钱左右 嗯 那渔民这个利润怎么样 呃 收鱼还可以 还可以哈 两块钱的概念就是 美金能挣到一块一块二到一块五毛钱 跟之前相比呢 跟之前相比 在这个行情呢 应该说相比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量是不是要比之前大 那比以前大 比以前大 对 就自从海洋牧场建一来 对 那么我们看不见的海底 这片大牧场又有怎样的收获呢 记者到达渔船的时候 正赶上潜水员 从水下人工余交返回 你现在能能能能说话吗 不能 不能 不能啊 咱们这捞摔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这样 都是海参 啊 海参线的 你在下一边看咱们这个水底下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吧 我把水底下有海参的 里面都是海参 里面都是海参 啊 您刚刚大概浅到 就是咱们水底下有多少米了 已经 在后边 六多米 二十多米 嗯 大概和前几年相比呢 不涂石头的基本没有 看有没有 就不投鱼胶的地方 基本捞不着 对 不像现在投鱼胶能捞着这么多 对 资源量回升了 蓝山鱼港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日照市通过发展海洋牧场项目 建成的十一处人工鱼胶群中 有六处被列入山东省海上粮仓计划 除了山东省 中国沿海各地也在积极开展海洋牧场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 从北到南 形成了大连张子岛 江苏海州湾 宁波渔山列岛等 二十多处国家级海洋牧场 总建设面积近四十平方公里 产业出具雏形 从捕捞者到放牧人 从第一产业传统渔业 到第三产业休闲渔业的转型 海洋牧场为海洋渔业的新发展 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也为未来实现海上粮仓计划 提供了可能